香菜,又叫盐碎、胡衰、香菜籽等,是一种常见的调味品和蔬菜,广泛用于中餐、印度餐、泰国餐等各种菜系。 香菜有很多营养和药用价值,比如可以增加食欲、消除口臭、降低血压、抗氧化等。 然而,有些人却对香菜敬而远之,甚至闻到香菜的味道就恶心。 这些人中不乏一些小朋友。 那么,为什么有些小朋友不爱吃香菜呢? 这背后可能有免疫系统和进化的原因。 首先,我们要知道,香菜的味道是由它里面的一些化学物质决定的。 其中最主要的是一种叫做全类的物质。 这种物质在自然界中很常见,比如在柑橘类水果、玫瑰花、肥皂等都可以找到。 不同的人对这种物质的感知也不同。 有些人觉得它有清新芳香的味道。 有些人觉得它有金属味、臭味或者肥皂味。 那么,为什么不同的人对同一种物质有不同的感知呢? 这就要说到我们的嗅觉基因了。 嗅觉基因是控制我们闻到东西时产生什么样感觉的基因。 人类有大约400个嗅觉基因。 每个基因都对应一个嗅觉受体。 每个嗅觉受体都可以识别一种或几种特定的气味分子。 其中,有一个嗅觉基因叫做OR6A2。 它可以检测香菜中的全类物质。 这个基因在不同的人群中有不同的变异。 有些人拥有一个完整的OR6A2基因。 它们对全类物质非常敏感。 所以会觉得香菜有难闻的味道。 有些人拥有一个不完整或者缺失的OR6A2基因。 它们对全类物质不太敏感或者完全不敏感。 所以会觉得香菜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或者有清新芳香的味道。 根据一项调查显示。 在欧洲人中,大约15%的人讨厌香菜。 在非洲裔美国人中,大约21%的人讨厌香菜。 在东亚人中,大约14%的人讨厌香菜。 这说明,不同的人群中,OR6A2基因的变异频率也不同。 这可能和遗传和环境因素有关。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拥有完整OR6A2基因的小朋友, 你可能就会对香菜有天生的抵触。 这并不是你的错,而是你的基因决定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不爱吃香菜的小朋友都是因为基因的原因。 有些小朋友可能是受到了家庭、文化或者个人习惯的影响而不喜欢香菜的。 比如,如果你从小就没有吃过香菜,或者你的家人也不爱吃香菜, 你就会对香菜产生抵触或者不熟悉的感觉。 或者,如果你所在的文化中,香菜被认为是一种低质量或者低档次的食物, 你就会对香菜有一种偏见或者歧视。 或者,如果你有一些特殊的饮食偏好或者习惯, 你就会觉得香菜和其他食物不搭配或者影响了食物的原味。 这些环境因素都会影响你对香菜的喜好。 但它们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有些人可能会随着年龄、经历或者心情而改变对香菜的看法。 有些人小时候不爱吃香菜,长大了却很喜欢吃。 这可能是因为它们的味觉退化或者适应了香菜的气味。 有些人在尝试了不同的菜系或者食物搭配后, 发现香菜其实可以增加食物的风味和色彩。 有些人在了解了香菜的营养和药用价值后, 对香菜有了新的认识和尊重。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受到环境影响而不爱吃香菜的小朋友, 你可以尝试着改变一下你对香菜的看法。 也许你会发现香菜其实也不错。 除了遗传和环境因素外, 还有一个可能影响小朋友对香菜喜好的因素, 那就是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是我们身体的防御系统。 它可以帮助我们抵抗外界的病毒。 细菌、寄生虫等入侵。 免疫系统分为先天免疫和后天免疫两种。 先天免疫是我们出生就具备的一种防御能力。 它可以快速地识别和清除一些常见的病原体。 后天免疫是我们在接触了一些特定的病原体后才产生的一种防御能力。 它可以记忆和专门地针对这些病原体进行攻击。 小孩子相比成人来说, 他们的免疫系统还不够成熟和完善, 所以他们更容易受到各种感染和过敏的困扰。 为了保护自己, 小孩子可能会本能地选择一些安全和熟悉的食物, 而拒绝一些新奇和刺激的食物。 这可能是一种进化上的策略。 可以避免摄入有毒或有害的食物, 从而保证生存和发育。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 小孩子的免疫系统还处于适应环境的过程中, 他们需要通过不断地接触各种微生物和异物来建立自己的免疫记忆和平衡。 这也意味着小孩子不能完全避免一些对他们有益的食物, 比如香菜。 香菜中含有一些可以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能力的物质, 比如维生素C、胡萝卜素、多酚等。 如果小孩子能够适当地摄入一些香菜, 可能会对他们的健康有好处。 当然,并不是说要强迫小孩子吃香菜, 而是要通过渐进和引导的方式 来让他们接受香菜。 比如,可以先让小孩子闻一闻香菜的味道, 然后再给他们尝一尝少量的香菜, 最后再逐渐增加香菜的分量和频率。 或者,可以将香菜与小孩子喜欢的食物搭配在一起, 比如鸡蛋、肉丸、面条等。 或者,可以用一些有趣和积极的方式来介绍香菜的好处和故事。 比如说,香菜是超级英雄。 香菜可以让你变得更聪明或者更强壮等。 总之,小孩子不爱吃香菜可能有遗传。 环境和免疫三方面的原因, 但这并不是不能改变的。 如果家长能够用一些科学和有趣的方法来引导小孩子尝试吃香菜, 可能会对他们的健康和成长有益。 当然,每个小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他们对香菜的喜好也是不同的, 也可能会随着时间和精力而变化。 所以,家长也要尊重小孩子的选择。 不要抢求或者强迫他们吃香菜, 而是要给他们一个自由和开放的环境, 让他们自己去探索和发现食物的美好。 感谢观看